故事发生在1947年的一个晚上 一个叫保罗的狗狗闻着味道靠近门挠着爪子 总觉得外面有异常 那小女孩珍妮就开门把保罗放出去看看 保罗跑到草地上看着天空突然闪着耀眼的光芒 而珍妮刚出来走两步喊着保罗的名字 保罗直接被一个巨型飞船带走了 时间很快来到了60年后 男子威利和哥们克莱今天非常兴奋 因为今天来到圣地亚哥看一个动漫展示 两人从小到大的梦想 两人进场玩玩VR的眼镜 看看科幻电影的角色 沉浸在周围全是cosplay人物的氛围下 最后再看看展览上关于外星人的主题 两人就感慨这种感觉太好了就像做梦一样 只是最后入住酒店 服务员误以为两人是个鸡佬 除了看展两人还是有计划的 就是租辆车沿着内华达州51区的公路一直开 最后到达1947年传言罗森威尔事件外星人的坠机地点 第二天也是很顺利 两人开着租来着车 离开市区就来到了内华达州的51区附近 路上拐到一间餐厅和老板娘聊得还挺来的 只是威力和两个混混有一些眼神上的误会 临走前 克莱更是倒车意外撞到了对方的车 怕混混过来找事 两人就赶紧走了 路过外星人著名的景点 两人再拍一个照 接着继续上路 晚上威力和克莱以为是刚刚的两个混混追上来了 威力就示意克莱开快一点 别被对方追上了 而后面的车子追上来后 就在两人庆幸不是混混的时候 车子在前面一个拐弯爆炸 随后几个翻滚后停在了路边 威力和克莱赶紧常规的上前看看 没找到司机也是很疑惑 克莱本想报警 可这是远方的黑暗处一个神秘人说 我是你的话就不会报警的 对方走近一看 我靠原来是一个外星生物啊 吓得克莱直接晕了 威力也是很懵 不要搞死我啊 也不要捅我的屁眼 外星人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呢 听着啊人类 你叫我保罗吧 我们得赶紧把你同伴搬进车逃跑 我需要你的帮忙 我再被人追着 行吧 威力一听就和外星人保罗把克莱抬进车 接着继续上路 很快特工开车也赶到了事故现场 勘察一番后 特工就打电话给领导 看来刚刚的意外也清楚了 就是特工护送着外星人 那外星人保罗想逃跑加速 没有操作好就酿成了事故 面对路障的检查 保罗来一个隐身术 威力和克莱打掩护就混了过去 威力也是好奇了 保罗你除了隐身还会什么呢 就在保罗要回答的时候 克莱也有情绪了 克莱说带个外星人上路 我们被逮住就麻烦大了 谁知道这家伙是不是五十一区跑出来的呢 可威力觉得外星人也是人呀 能帮就帮一下吧 另一边特工追上来和设路障的同事一交流 很快确认了威力的开车路线 就赶紧追赶 威力又好奇了 保罗你不讲讲你的故事吗 我们去罗斯威尔 难道你也去那里吗 保罗说对的 我的故事长话短说 其实就是 我被你们人类带到了一个基地 后来我才发现 我在那里是一个犯人呀 诶正说着车子迎面撞到了一只鸟 下车看着躺在地上的小鸟 保罗搓搓手后 嗅了一把自己的超能力 只见保罗把小鸟捧在手上 全神灌注集中精力 感受小鸟的生命力 一刹那就把小鸟复活了 而就在威力和克莱感慨也太牛了吧 的时候 保罗直接把小鸟吃掉了 傍晚车子开到了一个停车场 在这里价格合适 服务员小红也很热情 那就在这里过夜吧 晚上边烧烤边喝酒 伴着动感的音乐 在保罗的带领下三人嗨的不行 次日早上小红来收钱就说了 昨晚你们三个玩得很嗨啊 保罗说对的 我还在上厕所呀 威力笑着说 小红你的短袖也挺好看的嘛 小红说是吗 我信仰上帝的 教堂送给我的 你们俩信仰上帝吗 克莱说坦白讲啊 我不信的 我只信仰科学 小红觉得你们俩还是多去了解一下吧 我们人类都是上帝造的呀 保罗一听就反驳着 狗屁吧 万物都是进化的好吗 小红走过来说 你什么牛逼 你进化一个给我看看 只有我的上帝才是万能的好吗 保罗打开门 你给我掰扯什么 你看我是上帝造的嘛 吓得小红直接晕了 现在怎么办呢 被小红看到保罗的真面目了 想想就干脆带着小红一起跑吧 保罗在隐身术拿到护照 只是临走前 又被小红的父亲给看到了 没关系 三人带着小红开车溜了 路上小红醒来后就叫嚣着 赶快把这个外星人病毒给我干掉 无奈之下 保罗干脆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摸着小红的额头传递给了小红 再醒来后啊 小红更有些错乱了 就下车想一个人静一静 威力也是追上来安慰一下小红 小红说 怎么可能呢 没有上帝的话 那我从小到大的信仰就崩塌了呀 我的人生就是一个谎言吗 威力说 你的信仰崩塌不代表就没有真理了呀 小红说 什么意思 难道天堂啊地狱啊原罪什么的都确实不存在吗 威力说 这取决于你是怎么想的 小红瞬间想明白了 赶紧兴奋的说 对的 这样的话我就无拘无束了呀 我可以说脏话了吗 威力说 您可以的 只见小红亲吻着威力 再和威力来一个肢体升级 小红感慨 我是个当妇 也没人管我了吗 也想清楚了 小红就回到了车上 保罗一看小红这左眼也发现了 小红的眼睛就是红膜发炎 那保罗就使出超能力 以眼还眼 治好了小红的左眼 之后众人继续上路 可后面的特工们和小红的父亲 发现后也是紧追不舍的 晚上在酒吧很不凑巧 小红就碰到了之前的两个混混 小红和对方扭打后 就逃到了房车这边 混混也追过来了 本以为双方要干一架 保罗露面摇着手指说 小心你们的屁股啊 直接就把俩混混吓晓晕了 特工赶来这里后 又是晚了一步 只能核实一些基本的信息了 晚上四人围坐着篝火聊天 小红第一次抽大烟 搞得太兴奋 出现幻觉直接就睡着了 威力也是问保罗了 到达罗斯威尔 你就是回家了吗 保罗说对的 根据你们政府的说法呀 我在这里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了 几十年来 我教会了你们地球人 治愈能力 思想传颂 隐形等各种能力 但最后你们还是准备解剖我的 那我只能发信号 叫我的同伴来地球接我了 也就是前天在逃出基地后 在路上我碰到了你们 想想也挺伤感的 保罗说换一个话题吧 你们俩最后一次和女人亲密 是什么时候呢 就这样聊着睡着后 天也就亮了 众人继续开车上路 路上看到一个房子 保罗说停一下吧 我还有一件没有完成的事情 让威力和克莱先上前和房主 打招呼暖暖场 保罗就现身了 房主珍妮一看到保罗 就把众人请进了房间 这一下子就和故事开头接上了 其实这个老太太就是 六十年前的那个小女孩珍妮啊 当时一九四七年那天晚上 保罗开着飞船没有降落好 直接把珍妮的狗狗保罗给砸了 也是很遗憾 外星人就干脆把自己的名字叫保罗 表示歉意 这些年来珍妮也是承担了太多 因为珍妮和周围的人说 自己见过外星飞船的 根本没有人信 正说着特工又追到了这里 特工丢进来的烟雾弹 把众人逼出来了 保罗见状直接就操控意识 把特工搞晕了 威力再一个重击对方 最后众人赶紧乘车就溜了 开了一段路啊车子也罢工了 没关系 保罗发现已经到了罗斯威尔附近了 保罗就点上烟花 发信号给同伴来接自己 等了几个小时后也就到了晚上 眼见天空中泛着微光 可能是飞船要来了 当众人起身一看 原来是特工的领导 带着人马来击拿保罗了 这时追过来的特工 也选择站在了保罗这边 特工让保罗低头 就开枪和自己的领导击站了起来 击倒几个手下后 领导还是开枪给了特工肩膀一枪 领导控制住场面就说 保罗该回基地做解剖了 这时威力和克莱挡在前面说 不能带走保罗的 得先过我们这一关啊 克莱再拿出道具 拖拖时间 就是这个空档 众人抓住机会 轮番攻击就放倒了领导 而就在大家觉得 这一切都结束了 相互告别的时候 小红父亲追着也赶到了这里 小红父亲直接就给了威力胸口一枪 威力中枪后瞬间倒在地上 赶紧用最后的力气和克莱告别 克莱说我不该带你来美国的 威力说别这么说了 我很高兴这趟旅行体验了这么多 说完威力就挂了 就在大家难过不知所措的时候 保罗搓了搓手就表示 我来试试吧 只见保罗把手放到威力的胸口 闭上眼睛使出浑身解数 就真的吸附威力的伤口到自己身上 拯救复活了威力 索性的是 保罗晕倒后也苏醒了过来 这样的话 这个故事要收尾了 威力和小红相互接吻 确认了关系 领导最后还想拿枪接管场面 直接就被赶来的飞船楼梯给压扁了 众人和保罗合影留念 最后再一一告别 保罗就对珍妮说 去我那个星球吧 珍妮一想可以的吗 可是我的牙刷还没有带呀 保罗说没关系的 我们那个星球只注重精神世界 就这样珍妮上了飞船 威力克莱和保罗互道感谢 双方拥抱着 保罗也是说差不多得了 你们下面都撞到我了 最后保罗乘上飞船 就离开了这里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